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猫为sashimi撕酒盖掉 枪口味的中国小姐姐 Sia 秋姐 K3不同色 看牌不算太贵 她括了下来 翻牌K36 哇 Sia拿到K3两对 对于Rosey来讲 好在公牌面没有A4 不然这手牌可能要损失点筹码了 底持400刀 Rosey 250 350 350 好吧 原来是我搞错了 这红色的筹码只有10刀 也对 毕竟是要支付小忙的 不过我印象里 Hustler的筹码50刀的 是不是也是红色 翻牌面这一枪 Rosey打的并不是很重 而转牌的一张Ace 给Rosey发出来了后门的顶对 这手牌 Sia转牌 竟然没有打 而这张合牌 哇 Rosey竟然是反超了 K3两对就这样被发死了 而拿到K3两对的Sia呢 并没有做太多的下注啊 牌发的虽然很恶心 但是Sia这手牌啊 打的是真的很谨慎 合牌Rosey竟然做了一个常规下注 她都不想去找一张K啊 她觉得Sia应该是没K的 合牌这一枪打的有点小了 哎呀 放了Sia一条生路啊 继续来看牌 DGF石钩不同色 枪口位 Race到120 这张桌子上120刀的加注 基本上任何的牌型都劝不走啊 但凡牌手拿到什么连张啊 铜色这种啊 一般来讲都会去扣 而这个翻牌面 三张红桃 只有DGF手里捏着一张红桃石 不过并不代表没有红桃的就没有机会啊 你看这不炸弹哥他就扣了下来吗 转牌第四张红桃 DGF拿到了花 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的一张石足够优秀啊 宝贝也过 哎呀 这不打吗 合牌一张七 一千刀的底持 DGF做了两百刀的价值下注 而宝贝反手加注到九百 DGF啊 好好想一想啊 如果炸弹哥有红桃K啊 红桃钩甚至红桃A4 他在转牌会选择过牌不打吗 一张大红桃再转牌啊 做一个三分之一波的下注 去找一张小红桃啊 这绝对是常规操作啊 而DGF啊 竟然是把自己的铜花给盖掉了 DGF啊 DGF 今天一个晚上啊 他做出了多少错误的判断 来看这一手牌 Wolf刚拿到口袋钩 这是先手加注到了120 Sashimi K圈 不同色 没有再推回来 C口袋8也扣了下来 还有炸弹哥的一手一三红桃 四个人的战斗 哎呦喂 这这公牌面怎么总是这样啊 要么三张红桃 要么三张黑桃 而这手牌呢 有黑桃的Sashimi和Sia姐 如果后面真的再掉黑桃啊 Sia的一张黑桃8 倒是还算容易盖得掉啊 翻牌面Wolf刚中赛 翻后继续下注 这种牌面吧 打大一点吧 也很难劝走一张大黑桃啊 所以说他这个下注啊 中规中矩 而Sia的黑桃8 早早的就走了 转牌一张黑桃3 Wolf刚赛的钩过牌 Sashimi竟然没有打 而最终合牌是一张攻队牌啊 这样的话 Wolf刚的牌力再次反超 是我段位低了吗 Sashimi过牌也选择了慢打自己的一手K话 这样的话 可能恰好能给自己省点钱 合牌Sashimi下注半尺 常规拿价值 Wolf刚开心了 往回推 没办法啊 这牌发的确实挺冤架 单张黑桃K 引发的惨 面对对手一个五倍的加注啊 我不认为Sashimi能盖掉黑桃K 要是一张黑桃10啊 他应该会走啊 继续来看牌 DJF6-8红桃 加注到了240 炸弹哥并没有被读到牌啊 300到了500 DJF这里有一个摇头的动作啊 作为牌桌上的主咖之一 今天晚上DJF啊 可真的是没少输啊 这最后做的5000刀的买入啊 又只剩下了900块 翻盘面看到一张八 干脆他直接O印了 DJF说 赶紧让我输啊 我就能走了 哎呀 今天晚上DJF的发挥啊 也真的是糟糕 哇 Bomber一对石啊 他哭了 哎呀 可以了 现在 终于可以如DJF的愿了 他可以回家了 再一张10刀20刀的牌桌 DJF这一晚上啊 竟然已经输掉了25000刀啊 前后大概是三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今天的DJF真的不开心啊 转盘一张K 合牌 黑刀7 看起来Sashimi并不想让DJF回家 还在边上帮他喊着一张八一张八 不过八并没有能够掉出来 DJF输了个金光啊 Goodbye my friend 来看这一手牌啊 弗洛普已经发了出来两张六一张七 朱利亚和Sashimi啊同时拿到顶盾 Sashimi下注五百 朱利亚这手牌啊 目前 呃 没了 转牌的一张方块A 直接把两个人的踢脚拉平 这一手牌打得有点快啊 这已经到了合牌 翻牌面的Sashimi下注之后 转牌并没有再打 合牌 朱利亚反而是开始进攻了 美女这个进攻啊 思路非常的明确啊 她在扮演一张A 你要是有七呢 你肯定跟得动 大不了咱俩分钱 你要是连七都没有 肯定要付给自己 而朱利亚这手牌啊 直接一键双雕 给Sashimi一手分钱的牌啊 直接打掉了 果然进攻永远都是最好的防守 继续来往下看 Flop SK6两张草花 这是一手二七 呵呵 哇哦 带着顶对买花之间的战斗啊 二七倒霉了 沃夫刚刚用二七 翻牌面做了三百刀的加注 Nikosting选择了跟注啊 这如果顶对S翻牌面 直接往回推的话 这手二七啊 可能还能走得掉啊 他不推 不推的话 沃夫刚就有可能再打 真要无视 攻牌面的Ace和K吗 准确的说啊 很有可能啊 仅仅就是一张Ace 比如说 Nikosting转牌面再call的话 又是一个半池的下注 而Nik这边 自信的数出了筹码 没有做任何的犹豫啊 行云流水 两条街的下注 都没能够成功 盒牌 真的放弃吧 盒牌的这张黑刀三啊 虽然没给Nikosting发成铜花 但是A三两对在这个牌面真的不小了 二七啊 二七啊 害人呢 沃夫刚合牌再次推出一个满池的下注 他花重金 就是为了能够干掉对手 再拿到每个人额外一百刀的支付啊 可是有Ace有K的牌面面对对手连续的跟注啊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来看这一手牌 朱利亚拿口袋疤在装卫做到open race 被Nikosting用AK给推了回来 这个姐姐打牌真的有点凶残啊 看看这手牌他来怎么发挥 翻牌四七十两张方块 朱利亚被盖了一顶帽子 Nikosting AK双高张 翻后继续打 漂亮 Nik下注一千三 朱利亚根本不信他有十 好转牌第二张十 这下行了 朱利亚更不信了 Nik转牌选择了过牌 最终合牌一张红桃六 Nikosting直接是认输了 朱利开枪拿价值 4600的底池下注一千四 虽然很轻 但是Nik并没有摊牌价值啊 这手牌还没法去扣 哎呦这哥们怎么总是拿着A 嗨呀去跟注别人的价值下注啊 这已经是不对 上一手牌是上一期的结尾啊 这一期的结尾啊如出一辙 又是一手A嗨的跟注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呢就先告一段落 咱们下一集来看看这张牌桌的大结局啊 下期见